我的嫂子映照进入幕府 为未来的太子妃逢至嫁衣 日夜赶宫 她一针歪血刺破了手指 穆小姐身世显赫 又有心急 备受包容宠爱 她笑意隐隐 既然你喜欢用你的血来染别人的衣裳 那就替我染一身吧 于是穆小姐放干了她的血 染红了一皮布 三年后 我乘上的百鸟朝凤披肩 让太子妃得了太后的夸赞 太子妃特恩许我入东宫 为她秀爬 太子妃在宫里发了好大的火 因为太后的寿臣将至 太子妃找的苏州秀娘 突然暴毙而亡 原本计划好的太后寿礼 就要搁置了 我跪着乘上了秀好的百鸟朝凤披肩 太子妃看清了那细密而精巧的针脚 笑了 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秀娘 太子妃随意应了 不知听到了没有 让人打披肩送给太后 挥手让我退了下去 我刚刚退到店外 掌视宫女篮丘 就一巴掌扇骗了我的脸 痴心妄想往上爬的下件胚子 我咽下口中的血沫 垂头没说话 她是皇后送到东宫的人 皇后有意让她入东宫为妾 将来的主子身份 我惹不起 蓝秋的声音音毒得意 你知道三年前 想攀附娘娘的那绣娘 是怎么死的吗 我滴滴地扶下自己的头 屈服忏悔的模样 奴婢不敢 半个月后 太后寿臣上 在众多贺礼中 独独夸了太子妃的贺礼 精巧用心 于是太子妃照我跪在面前 太子妃的声音愉悦 你的绣品很好 想要什么赏 我公顺达 是娘娘惠之蓝心 奴婢不敢鞠躬 太子妃终于先眼看了我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秀娘 太子妃对我懂事的样子很满意 于是道 以后你就留在东宫为本宫秀帕吧 你的手很巧 本宫身边还没有你这样手巧的秀女 我磕头谢了太子妃的恩典 其实是有的 只是已经成为太子妃的沐小姐 早就忘了 我那个曾经为她秀过嫁衣的嫂子 是整个江南最手巧的秀娘 不然也不会得到那个 为她秀嫁衣的机会 我的兄长是个只会读书的病秧子 但是我嫂子从不这样觉得 她相信兄长是济世之才 她是整个江南最手巧的秀娘 她凭着双手日夜不息的秀 为我哥治病 供我哥读书 还有为我攒嫁妆 直到太子妃派人来寻 要最手巧的秀娘 来为她秀大婚的嫁衣 等拿到这笔钱 就能给裴郎换一方新的宴台 再请一位好的郎中 剩下的钱给小妹添嫁妆 兄长不放心 她孤身去那么远的地方 嫂子不理她的话 偷偷把我拉到一边 让我摸她的肚子 你在家好好照顾你哥 你先别告诉你哥 到时候她看到我的肚子 还不吓死 嫂子仿佛想到了那样的情景 捂着肚子笑得很开怀 哥那么笨 哪里会吓到 说不定还以为嫂子怎么长胖了 嫂子收拾了一个包袱 偷偷走了 哥只说胡闹 我止不住笑 我在心里想象 我哥知道嫂子怀孕的傻样 嫂子要跟我添嫁妆 我也接了许多小活 打算偷偷为我还没有出生的侄子 打一把金锁 就这样一日又一日 我想嫂子肚子该有西瓜大了 可是她还是没有回来 几个月前来找嫂子绣嫁衣的人又来了 他们要重新寻一位绣娘 我追上去问我嫂子 怎么还不回来 为首的那个看了我半天 最后才认出我是谁 她的目光里出现了高高在上的怜悯 只是摇摇头 拿出一小块金钉 塞到我手里 为你哥另取吧 我的脑子轰一下变得空白 另取又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哪个贵人 看上我嫂子 要抢她留在京城当老婆 她叹口气继续说 她搞砸了事情 已经死了 我哥疯了 我却总觉得不信 我嫂子最是妥贴玛丽 怎么会办杂要命的事呢 那定金子被我塞给了幕府的一个婆子 小姐只是生气 踹一脚泄气也就罢了 谁叫她非要躲 结果自己用针扎破了自己的手 污了小姐的嫁衣 小姐好生好气的 把她的血放干了染布 你说你们乡下人 怎么这么不识抬举 主子不开心了 打了踹了 也就过去了 她倒是一死了之了 我们可整整刷了一天的地 婆子说着 似乎是想到了那天的场景 露出了一点嫌恶 捏着金子走了 要躲的 自然是要躲的呀 她的肚子里还有孩子呢 每个母亲会容许别人 伤到自己的孩子 我头重脚轻 不知怎么回到家 见了我哥 连哭也哭不出来 我和我哥对着哭做一夜 天亮时 我俩都看见了 对方通红的眼睛 那些想不明白的东西 都变成了恨 从此没有人叫我小妹了 我成了绣娘 因为绣的帕子精巧 我在太子妃面前还算了脸 太子妃是大家闺秀 玉下的手段很严 她打人从不清身子 抬手落下巴掌 不允许落空 护甲刮过脸 擦出血痕很疼 但是我始终记得 那婆子的话 主子打人是不允许躲的 太子妃的手很好看 鲜白细嫩 但是不该有人的手 比太子妃的手还要好看 否则是要被拖下去加断的 但是太子妃很满意我的手 因为我的手不满茧子 十个指头都扎满了针眼 所以用眼水着手时 太子妃喜欢叫我来试水温 假如我稍微露出些 痛苦隐忍的神情 那太子妃的心情 就会更好一些 太子爷缺些怪欲的落子 你可会打 太子妃让我试完水温后 见我泡到肿起的手指 果然心情颇好的轻笑一声 奴婢会的 去打些吧 晚上就要 太子妃自然不会用我泡过的水 白白手让我端着水盆退下了 食指连心 我努力克制着手指的颤抖 打起落子 我能吃饭的时候便拿针了 自然不会频频扎到手指 只是要保住自己的十根手指 我便要自己的手 看起来粗粒丑陋 你在抹什么 蓝秋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 一把别注我 抢过我手上的东西 蓝秋姑姑 只是我家传下了一个茶手的药膏 我缩头 未缩不敢言 蓝秋的目光 扫过我光洁亮白的手背 眼光微微一动 你的手便是 只用了这个药膏 是 女子没有不爱美的 何况 太子为爱惜妖柔仪 蓝秋正直二八 滋容不凡 还是皇后的人 自然想向上爬一爬 当个主子 我的药膏是有奇效的 用之有一香 还能使手细嫩柔软 蓝秋抢走我的药膏 只用了半月有余 太子用膳食便看见了蓝秋捧茶的手 你这双手 倒是养得好 太子目光流连 赞道 若不是太子妃还在 只怕要直起细细欣赏了 蓝秋双甲有红意 太子妃嘴角挂起笑意 模样贤凉 你这丫头 得了太子殿下的夸 还不为太子不菜 这话便是有意要成就一桩家事了 蓝秋公顺模样 面上羞怯 是 皇后的人 总归要多两分底气 哪怕是太子妃 也从不把往日施虐的习性 施加到蓝秋身上 算是皇后与太子妃之间 彼此维持的一点体面 可这并不意味着 太子妃就真的在乎这一点体面 太子妃 凭退了许多工人 要传蓝秋说话 太子今夜并未留下蓝秋事情 他要直接面对太子妃 总算是有些慌了 好秀娘 你遣人去皇后娘娘那船的话 或者遣人去请太子 我若之后必保你 蓝秋进殿之前 将一袋沉甸甸的钱袋 悄悄塞进我的秀中 他目光中的畏惧并不多 一方面是 料定我忍受不了太子妃施虐 必会拉拢他 另一方面 那他为妾也是皇后的意思 他似乎笃定 太子妃不会拿他如何 那期待里含着希望的毛子 有点像我的嫂子 他们都是那么傻 一个以为太子妃善 一个以为太子妃会忌惮 蓝秋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了惨叫 最后是被塞上口的痛极乌叶之声 东宫掌控在太子妃的手中 岂是蓝秋想请太子 就请太子呢 我颠了颠手中的钱袋 沉甸甸的似乎是金子 但是受人之托 自然要忠人之事 反正今夜太子必须来 不然这出好戏 该演给谁看呢 太子不知何时 悄无声息地站在了几步之外 在店外止住了脚步 我脸上显出焦急心虚的模样 要推门传信 太子旁边的近视 上前捂住我的嘴 制住了我的动作 他安静地立在店外 看着门内挣扎和猙獰的影子 面上看不清情绪 出乎意料的平静 在里面的挣扎的声剑小的时候 太子突然推门走了进去 他们一个没有震怒 一个没有惊慌 我的心沉到谷底 太子温柔抬手 为太子妃擦去脸上血迹 消气了吗 不过一个贱臂 也值得这样生气 他食指尽断 围存一息 太子殿下命人将你拖到乱葬岗去 我拖得累了 于是蹲下去和他说话 你给的钱很多 所以我帮你办了这件事 请来了太子殿下 嫂子说 这叫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我嫂子只是想求一个活路 你为何要把他推到太子妃面前 是他没有给你钱财吗 我瞧着蓝秋的眼睛 轻柔地问 现在姑姑可以细细为我说说 三年前那位秀娘是怎么死的了 嫂子有一双极好看的手 细嫩灵巧 太子殿下停留的一眼 让蓝秋生了度议 让太子妃注意到了这位秀娘 蓝秋眼中都是惊恐 可是呜呜咽咽的什么也说不出 你死得太轻松 不过陪我嫂子的两条命 你还有一个妹妹 我会让她下来陪你 我注视着她的眼睛 同她商量 她剧烈挣扎起来 似乎要同我拼命 燃血的双眸 迸发出恨意 走吧 下辈子好生学些道理 若是学不会善良些 就离你那可怜妹妹远些 我叹了口气 拍拍她的脸 最后的生机被消耗殆尽 她终于停止了呼吸 她的目光最后死死的盯着我 惊恐之外还有一丝嘲弄 擅自请来太子 你也活不过太子妃的手段 是了 夫妻乃是同龄鸟 太子跟太子妃 本该是一路货色 我颤抖着贵妇在地 将钱袋举到身前 蓝秋塞了财帛给奴婢 奴婢该死 可是奴婢绝无胆量去请太子 奴婢只是侍奉娘娘的奴才 在这东宫之内 根本没有香蕉之人 更没有送信的法子 娘娘明鉴 太子妃许久没说话 似乎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我 最后哼笑一声 果然是个无胆无谋的蠢货 本宫还未责问于你 你倒是招得快 我扶地磕头 伺候本宫洗手沐浴吧 太子妃懒洋洋的扶弄自己的手指 似乎也觉得我不敢有那么大的胆量 这钱带脏得很 带着滚远些 别污了本宫的地 太子留宿在太子妃处 将人抱在怀中又哄 那是个没长脑子的蠢材 想让姑看见什么 可惜 姑就是爱你 无论你是善士 无论你是杀一人 还是土一城 你是姑的妻子 将来与姑共享天下 世间万民 皆为你脚下沉 太子妃更加柔媚 全然没有争吟模样 已在太子怀中 娇憨如少女 太子纵容享受这朵美人花 长成痴人的模样 只对她一人臣服 掌控恶女 比掌控一个乖乖的世家女 更令她得意 而太子妃 似乎是她那个 凝成实体的恶意体现 那么 这份以恶意为底色的爱 该有多坚固呢 太子不纳妾 却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 京中饮花楼 乃是王孙公子们 喝花酒的地方 太子自持 只是偶尔会去 但是自昨日 从饮花楼中回来后 东宫中便传出 太子殿下 带回李一名男子 不仅如此 还好生养在了外宅 这可是头一遭 众人议论纷纷 猜测这位男子 长什么模样 我不知道奇 倘若我愿意的的话 还能细细为他们描述 这男子的长相 因常年卧病 身形单薄 唇薄眼长 又满身书眷气 是一副若不禁风的 并美人模样 一母同胞 我哥生得极好看 我却平庸无奇 就封城 本应该是一出好戏的 可惜我没机会看 男人 太子妃脸色几变 他没想过 太子会见好男色 他也不知道 太子殿下不光好男色 还有爱落难书生 我哥的同窗好友失踪 先来给我哥传信 是千叮宁万嘱咐的 必须避开太子 从此 那满怀抱负的青年人 便好像被人抹去了痕迹 杳无音信 太子妃扶落了满地碎瓷 她又是平静地笑着的 满不在乎的 踩过地上的狼藉 我去瞧瞧 太子殿下 收了个什么样的妙人 笑面无笑意 太子妃是怒急 踩着血往外走 我跪在碎瓷上栏 娘娘 你受伤了 太子妃回身一巴掌 扇骗我的脸 贱臂 本宫说要出去 你该去替本宫被车拈 我派人去请了太子 太子妃带了一条鞭子 她静止走进了里屋 男人长发披散 挽起一记 肃青色衣衫 松垮地披着 露出一节白嫩缠弱的梗子 太子妃一下便红了眼睛 一边照着脸抽了下去 苏金将头偏了一下 捂住脸 躲的角度很巧 没有让那鞭子抽到脸上 免得毁容 那鞭子落在她的手臂之手背 抽出一道猙獰的血痕 鞭尾扫过脸颊 留下了一道短痕 会不自觉地勾起人的施虐欲 苏金冷冷淡淡地看着太子妃 放下手 血染红了衣袖 顺着手细细细地躺了下来 模样似乎在等着太子妃落下下一边 太子妃高高扬起鞭子 然而没有落下 就被截下 怎么伤成这样 还往外跑 太子醋眉将人打横抱起 看着太子妃受伤的脚掌 并未看踏上的人一眼 殿下怎么不将人带回东宫 太子妃柔声问 与刚刚扬边的样子 判若两人 这样的人怎么佩戴到你面前 污你的眼 太子也看着太子妃的眼睛打 他向来是懂得如何安抚太子妃的 然是这样 苏金原本冷眼看着 线下垂了眸子 太子妃受伤了 殿下早些回宫吧 在抬眼时 那双冷淡的眸子微微红了一圈 苏金起身拢衣往外走 瘦边的那只手垂着 血迹已经半干涸 太子的目光一致 你们是怎么侍奉太子妃的 太子目光转向我 一个茶盏已经砸在我的额角 似乎还不解气 抬脚踹向我的心窝 太子何必在这里甩威风 苏金声音倦怠 带着太子妃回宫再罚就是 我见不得血 太子妃额上已经轻轻抱起 见人 太子爷还在这儿 你再同谁说话 孤作是 轮得到你来智慧 太子回头看他 似乎也是怒意 然而却是生生收住了那脚 将这地洗净 这句话是对伺候的婆子说的 罢了 你伤得重 我带你回宫 太子转头 对太子妃道 还是柔声的哄 却没有苛责苏金的无理之罪 太子妃大概也察觉到了 脸色一僵 随即低声音了 唯有我垂眼 匆忙掩饰眼里失忆 苏金身形单薄 在晚风里咳了两声 一言也没分给我 去了院子的另一角 我跪在地上 为太子妃上药包扎 是你去请的太子爷 我哭着扶地 娘娘受伤了 我拦不住娘娘 只能遣人去请太子殿下 娘娘伤得很重 是奴婢没用 劝不住娘娘 太子妃抬起我的脸 细细打量 你为何对本宫这么忠心 娘娘提拔我 让我不必再受人欺负 再没有人比娘娘对我还好了 我眸中尽是仰慕 太子妃松开我的脸 挑起眉 傻丫头 那男子生的真美啊 比本宫还要美 难怪太子殿下 会拐着弯护着她 太子妃低声愧叹一声 我跪地笃定的回 那人连妾也做不到 如何能和娘娘比较 只要太子殿下一蜜烦 不过一蒲草而已 太子妃看过我的脸 又看见我膝盖的伤 难得体恤 下去敷药吧 明早再来服侍本宫 看来是听见了我的话 可是娘娘 那人虽连妾都做不到 可是能让太子抛下你一次 之后便能让她抛了你无数次 太子妃再次变回了贤良牧养 对苏金不管不问 她很聪明 明白在太子最新鲜的时候 不去扫兴 所以太子依然爱宠她 浇灌她 太子妃开始着手操办自己的生辰宴 生辰宴伴得盛大 太子殿下陪太子妃坐在主位 两人毫无芥蒂 太子温柔小意 太子妃稍显刁蛮 惹得席上 众人艳羡不已 直到太子进士 匆匆赴耳到太子耳边 太子疼得起身 把太子妃都吓了一跳 我先去安排一些事 你好好同他们玩笑说话 晚上我就回来 太子妃脸色稍变 看向一旁的进士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然而太子没有在等 静止离席 娘娘真是好福气 我们的夫君 哪有太子殿下这般温柔体贴 太子殿下勤政 太子妃娘娘贤良 将来定是一对名垂青史的地后 众人接连夸捧起来 声音里都是艳羡 太子妃的脸色 这才好了许多 同众人玩笑起来 艳席散去 太子妃转头问宫人 太子殿下究竟去了何处 宫人战战兢兢的跪下回 太子殿下去了西街 太子妃大口喘着气 怒急返校 西街正是太子安置苏金的地方 去做何事 不知太子暗卫拦下了我们的探子 好 好啊 宫人回禀完就赶快退下了 生怕殃及 太子妃扶起了掌 胸膛起伏 正要发作 却是捂着胸口 神色痛苦 竟是被气的 发作了心脚痛 太子妃滚在地上 脸色胀子 神色痛苦 只要没人去喊太医 她马上就会死 我的手伸向她的脖子 只要稍微使出一点力 不 不行 还不够 我将太子妃扶起 太子妃苍白着脸 扑进太子怀中 气不成声 太子抬手安抚 太子妃抬起头 就看见了太子腕上缠着的绑带 殿下怎么受伤了 姑出去办事 难免负伤 殿下真的是出去办君物了 太子妃泪眼问 你又胡思乱想了 太子没有正面回答 刮了刮太子妃的鼻子 我看着太子腕上的伤口出神 苏金体弱 曾有一时整过 须得用健康男子的血为药引 慢慢才能不起来 哪有这种害人的药引 苏金送人出去 一碗旁人的血 想来太子请去的医师 也有了同样的诊断啊 我不再看他们情意绵绵的模样 自古喜爱的由来 一半在容貌 一半在经营 一个男人亦是被情绪所感染 喝血救了爱人 他第一个感动的一定是自己 他自觉这份爱已经感天动地了 这样就算太子对苏金 从前有五分钟爱 那么他一股血为苏金当药引之后 这份喜欢便变成了七分 今后每隔一次血 这骗过自己的爱 也便加深一分 太子妃知道 太子去办君物之后 心情好了许多 并也好了起来 直到太子放血救人的消息 传遍了东宫上下 太子妃是最后一个知晓 是她在散步时 工人的议论传到了她的耳中 听闻太子殿下 足足放了两碗血 一勺一勺喂进去的 那男人昏迷不行 闻着血腥味就往外吐 太子殿下只得继续放血 仔细地喂 太子妃的脚步将在了原地 她想过太子是被那个狐妹子勾去了 却没想过太子能为了那人放血 这般小心翼翼地想留着她的命 是你无能 放纵工人随意嚼舌根 是你无信 三言两语就被气得一并不起 是你愚蠢 太后冷脸斥责 对这位太子妃 她似乎并不喜爱 不 不光是太子妃 太子的所作所为我已经知晓 让她不必来给我请安了 爱家不想见到她 太子妃脸色苍白 但还是不忘讨好 这工人是是上次为皇总母秀披肩的 你还赞过她的手艺 我让她给九弟做两身衣裳吧 一而受不得你们的好意 你们夫妇二人 且去独善其身吧 太后抬手 示意我们退下 太子妃咬着牙 静一言不敢发 退下了 九皇子是个赤儿 我稍一打探 只得到这个消息 好好的皇子 怎么会是赤儿 为什么九位皇子 除了太子 只于一 除去胎疾 那便是只是人类了 我被自己突然冒出的可怕想法惊注 那么太后对太子的态度 也就有迹可循 要讨小孩子的喜欢 是很容易的事 从前在村里旁人家父母做工时 就常常将孩子送到我家 让我看着 九皇子会在正午时 在御花园玩耍 我借机送了九皇子 一只精巧的不老虎 没到傍晚 我便被人带进了太后的永兽宫中 那只不老虎 被太后知道我的脚边 说 你奉了谁的命 敢蓄意靠近九皇子 还在玩物里 下了这种成瘾的药粉 太后雷霆之怒 压得人抬不起头来 我吸了口气 尽量镇定地答 奴婢罪该万死 太后娘娘既然已经察觉到了 奴婢在里头撒了药粉 那太医应该也告诉了娘娘 奴婢所撒药粉的量不多 且药粉无害 只是稍微有些安神之用 还在故弄玄虚 拖下去 太后俯首 有人敢对九皇子下手 显然是触到了她的密林 奴婢大可下见血封喉的毒药 趁着周围人 都被这一句话震住 我磕头继续道 但是奴婢没有 奴婢知道九皇子受伤的真相 两久的沉默之后 我的冷汗落下 太后终于抬手 你们都退下 我果然赌赢了 哀家为何要帮你一个婢女 对付哀家的孙子 太后默不作声地 听完了我的血海深仇 太子不仁 该为那些人赔命 可惜那是你们奴婢的想法 身居高位的人 等药手很心黑 太后的话音又是一转 但是太子动了自己的手足 害了哀家最疼爱的孙儿 也该受到惩罚了 苏氏 但是你谋害太子 奴婢会死的 在一切完成之后 我再次俯首 太子与太子妃 均未查出我的身事 但是太后却叫我苏氏 她是在警告我 这是连杀遍手足的太子 都忌惮她的原因 要借贵人事 总要承担些后果 太后寻了你 我刚一回到东宫 太子妃就拦下了我 我一副喜不自胜的模样 欢欢喜喜地道 奴婢方才在御花园 遇见了九皇子 九皇子拉着奴婢玩了一会 太后便喊了奴婢问话 这倒确实是你的造化 太子妃有些意外 略私存道 那你以后便多在 九皇子面前回脸书 东宫不得永受功待见 九皇子也已无威胁 自然要想法子拉拢 冬日将至 太子妃的身子恢复得很慢 但是太子陪着太子妃的时间越来越少 据说苏金好不容易被太子养回了一点精气 太子小心地守着 太子妃摆弄着各色的刀具刑具 突然开口问我 听闻今日太子爷要入宫面圣 是 太子妃便扶着我从软榻上起身 那就走吧 咱们去看看那苏金 你说她要是死了 太子爷可会对我发火 她狡黠地笑着 仿佛玩劣少女 自然是不会的 那人如何能和娘娘比较 所以若让她随便死了 岂不是便宜了她 我垂头 语气平常地答 太子妃便满意地笑 命我搬着那两箱刑具 这些丫头 只有你勉强懂我的心意 苏金更瘦了 原本明显的腕骨 如今居然更加凌寻地凸了出来 面色更是苍白透出青 那些传闻她被养回了些精神 果然是瞎话吗 我像当时守着篮球一样 守在外面 里面的人却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只有刑具碰撞的争鸣之声 整整半个时辰 血腥如此浓烈 让我想落泪又想吐 然而那个踏进大门的太子殿下 却没有在门口镇定观望 而是又慌又乱地推开了门 太一鱼挂而入 你为何不抵抗 太子的声音再吼 听起来已经近乎悲鸣了 然而被他质问的人不知 怎么的没有回话 是没有称过吗 但是那也是应该的 这样称着确实是太难了 所以哥哥 接下来的路 我一个人走也没有事 你 你居然恶毒至此 太子剧烈地喘着气 直到如今 那些血腥不堪的是 发生在了他所在乎的人身上 他方才觉得恶毒吗 恶毒 太子妃的情绪激动起来 我将来与你共享天下 万民皆为我脚下沉 只是杀一个男昌 有何不可 太子妃言辞激烈地质问 他将太子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记得清清楚楚 他也不信 太子会为了一个男人 对他如何 毒妇 来人 来人 将太子妃 太子胸口起伏 太子妃沾满血的手 腐在自己的肚子上 打断了太子的圣母 我有孕了 门框上的木刺 扎进我的手中 怪不得 怪不得太子妃 要选今日来折磨苏金 我捏紧的手 开始颤抖 那么多的血 那么多的血 只能换一句毒妇马 一道微弱颤抖的 饥不可闻的声音 打破了这凝固的沉默 我不抵抗 因为我愿意 为殿下而死 可 殿下 不要再为我 伤及自身 我的眼泪纹声砸下 不过后 娘娘就真的在东宫之中 再也没有机会找苏金 冬日到了 太子妃在暖阁里 一边养身子 一边养胎 太子妃爱极了 这个未出生的孩子 她会温柔地对着她说话 也会将女工从头学起 只为给她亲手缝衣上 太子殿下 怎么还不回来看我呢 太子妃运气敏感 时常哭着问 太子自然是不会回来的 苏金为靠药物调着命 太子日日放血为瘾 唯恐呼吸声重了一点 这人就飞了 太子妃也不会发工人了 有了孩子之后 她反而相信了 记得一说 你替本宫去护过色贡灯了吗 听到我肯定的回答 太子妃变神情轻松些 其实我想问她 我的娘娘啊 你也怕了吗 你也有想要百般周全之人了吗 太子妃的产气在秋日 我扶落床边落叶 关上窗 太子妃照例问苏金死了没 还剩一口气 太子殿下陪着呢 我也照例答 所有知晓内情的人 谁不泽泽称奇 那病秧子病的 只剩一把骨头 又受此折磨 看着就是当即要死的模样 谁知生生称了七个月 还有传言说 是太子的真情感动了上天 上天觉得不收苏金性命 熬过这个冬日 苏金就该好起来了 我笑了笑 今日为娘娘讲个新鲜的故事吧 太子妃已经习惯听着 我的声音入睡 于是闭上眼睛 准备入睡 就讲奴婢家乡 一个秀娘的故事吧 她想着有了这笔钱 就能供夫君继续读书了 可是她没回来 连着肚子里的孩子 太子妃已经睡不住 睁开了眼睛 我微微一笑 继续往下说 她的小妹说 要替嫂子报仇 于是进宫当了奴婢 她的夫君 烧了自己所有的书 顶着落魄书生的身份 进了樱花楼 太子妃的眼中 后知后觉的出现了惊恐 她盯着我的脸 仿佛不认识我似的 故事的结局 奴婢还没有想好 娘娘 太后很期待这个孩子 我把手放在太子妃的肚子上 太子妃撑起身子 惊恐的喊人 仿佛我是鬼妹 来人 来人 门外无人应答 偌大的东宫仿佛空了 终于 太子妃脸上的恐惧 渐渐转变成了痛苦 来人 为娘娘接声吧 我脸上笑意消失 外面一直厚着的太医 这才进来 请太子 去请太子 我想见殿下 太子妃咬唇 眼睛里都是哀求 殿下放了太多血 现在正躺在踏上 不能来看娘娘 不过娘娘不用害怕 黄泉路上 你与太子殿下 可结伴同行 我像之前许多次那样 守在外面 顶着月光 听了屋中传来女子 淒厉至极的喊声 太后只有一个吩咐 宝小 夜里传来一声 并不嘹亮的的婴儿啼哭 让我看看 太子妃的声音虚弱至极 从此以后 她母妃的身份 对她来说是耻辱 娘娘还是不必看了 孩子被嬷嬷抱下去了 太子妃终于哭了出来 秀娘 我错了 让我看看我的孩子 求你 娘娘 奴婢错了 奴婢腹中还有孩子 听说我的嫂嫂死前 也是如此爱求娘娘的 我以为自己会 狠狠掐住她的脖子 亦或者是匕首弯下她的肉 让她跟嫂子一样 流血而亡 可是我没有 我透支了自己所有的勇气 谋划与忍耐 最后只能轻飘飘 这样的对她说 看她脸上最后一丝血色褪劲 面若精致 产入全部被血染红 太子妃断了气 却看着孩子的方向 没有闭上眼睛 我一步一步的向外走 我太累了 只想看看我哥 细节乱套了 太子殿下死了 死在了南昌的踏边 我恍恍惚惚的 听着周围的人说着什么 我撑着门边 能看见里面的情形 苏精身上穿的是 干净的青色衣衫 山上有鼻挺的青竹 那是曾经将男最好的绣娘 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他双手安静的合于腹部 离踏边那个男人很远 安详的 仿佛不曾遭受一切痛苦 公子早就连踏都下不了了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一刀砍在了太子殿下的颈脉处 血直接喷了出来 他居然还有力气 正着换了一套衣服 是在宫里桑中传出的时候 断了气 洒草的婆子 心打的铜水 托在地上 他不关心死去的是 太子殿下还是南昌 只是骂了两句 这么多血 又不知要洗几天的地 爱家许你一个恩典 太后抱着那位刚刚出生的太孙 给了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奴婢想要两个恩典 且说出来 让爱家听听 第一个恩典 希望太后能与我凶嫂合葬 深归故里 太后稍微意外 但还是允下 第二个恩典 希望太孙在太后的教导下 能成为一个 蓄下邪命的君主 太后沉默了 你世间已无奴婢留恋之处 活着于奴婢是折磨 奴婢要去找凶嫂了 若是能赶得上 下辈子还能做一家人 我最后一次向人磕头 回到江南时 江南是英语潮湿的冬日 几家窗飞 透出暖黄灯光 少时美好回忆 游在眼前 我推开记忆中那道门 哥哥坐在桌前 嫂子笑着冲我招手 小妹快来 看我为你买的首饰 嫂子你终于来找我了 我想抱怨 我走了好久好久的路 才抓到你的手 全闻完